下面请把书翻到第一篇的第九章 这章所讲的内容都与节奏与节拍有关系 这章的第一个部分所讲都是节奏与节拍的一些概念 通过书上文字和普利 你自己很容易的就能把这些内容学会 下面我们去看一下第九章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讲的是节奏型 这个节奏型是专制我们在吉特上演奏的节奏型 书上给你列举了三种吉特常用的节奏型 第一种叫和弦式的节奏型 所谓的和弦式节奏型就是以和弦同时发音为基础 然后给这些和弦在负一定的节奏 我们可以把它编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节奏型 不同风格的节奏型 我们看书上的普利在和弦式节奏型的下面给你列举了三种不同的节奏型 第一种是用右手去同时把手要弹的弦一起把它弹响 这种就像把弦先同时抓起来的那种感觉 再看一下 右手呢 同时把所按的和弦 手要弹的这几根弦呢 一起弹响 这种节奏型呢 有点类似钢琴的那种柱石头型的伴奏 比如说我们在模仿一些钢琴伴奏的歌曲的时候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但是像以前右手老歌叫大约在东季呢 他的前奏和主歌部分的伴奏呢 就采用这种方式 他就这样去弹 非常像钢琴的味道 我们再看第二种 第二种节奏型呢 是一个四二拍的简单的扫弦节奏 右手呢 不用这种同时抓的方式 而是用扫弦的方式 他是第一拍呢 是一个四分音符 然后第二拍有两个八分音符构成 他的弹法是这样 这个呢 他的节奏感要比刚才那种弹法呢 要强得很多 他模仿呢 更是古的那种节奏型 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呢 和第二种呢 是一样的 只不过他是 他是四三拍的 他的弹法是这样 这是和弦式的节奏型 第二种呢 叫分解和弦节奏型 分解和弦节奏型呢 就是把我们手按的和弦呢 我们右手不同时去把它弹响 而是一个一个的交替的出现 我们看第二种分解和弦节奏型当中 所列举的这三个节奏型 我们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是一个四二拍的 非常简单的 第一个音弹五弦 第二个音弹三弦 第三个音弹二弦 然后再弹一弦 它连起来是这样 这种分解和弦节奏型呢 它的音用非常广泛 有些吉特独奏当中呢 所在主旋律 为主旋律伴奏的部分呢 常常采用这种分解和弦式的伴奏呢 去为主旋律呢 做这个陪成伴奏 第二种呢 节奏型呢 是一个四三拍的 它的弹法是这样 第三种呢 是一个四四拍的 它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听到这种分解和弦节奏型呢 它流动感非常强 非常适合 为那些书成的段落呢 去伴奏 很有诗意 下面呢 我们再看第三种 第三种叫混合式节奏型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把那种和弦式节奏型呢 和分解和弦节奏型呢 把它们混合起来 综合使用 既有分解和弦 又有完整的和弦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节奏型 它的弹法是这样 它是一个四二拍的 低音呢 像分解和弦 交替出现 但是呢 高音弦上呢 是和弦式的节奏 这样的节奏呢 也很常用 在很多长统的歌曲当中呢 经常使用 第二种节奏型呢 是四三拍的 它是这样弹 这种我们一听 很浓厚的那个华尔兹的风格 第三种呢 是一个四四拍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混合式节奏型 它有很明显的分解和弦的感觉 但是呢 它在一二弦呢 用双音使 比较单薄的分解和弦呢 让它在音响上呢 更加的丰满 这种伴奏音型呢 和钢琴的伴奏呢 非常相似 很像 我们在很多钢琴曲 或者一些钢琴伴奏当中呢 也会听到这样的 一切节奏型 但是它是一切节奏型的 但是它是一切节奏型的 但是它是一切节奏型的